诗篇很多地方都讲到我们要感谢赞美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上帝 感谢他做什么 赞美他做什么 那么在第二节 我们歌颂神的救恩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我们因为他的救恩奇妙 我们蒙恩丰富 我们就歌颂他 就感谢他 在第五节讲到 其实第四节就开始了 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 当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和华美在他胜所 民中的万族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民 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供物进入他的愿雨 当以圣洁的装饰 敬拜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 这是老现象了 因为耶和华的创造太奇妙了 我们就赞美 我们就感谢 因为唯独他创造 所以我们就唯独把荣耀归给他 不仅是这样 我们也传福音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够赞美感谢上帝的创造 也赞美感谢上帝的救恩 也赞美感谢上帝所做的一切 这个我想我们都有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你感谢赞美上帝什么事 你说从来没有 那就很遗憾了 你应该感谢赞美上帝 没有消灭你 我们感谢赞美上帝的创造 他的拯救 他的一切作为 我们今天读的起因经文 以及九十六篇 还有一些经文 都有另外一件事 叫神的儿女感谢 赞美歌颂 就是我们歌颂上帝的审判 大家快乐啊 我们要快乐 谁要结婚了吗 也是 耶稣再来 神是要结婚了 耶稣要来娶他的新娘 就是教会 但是耶稣来的快乐 带来的快乐 不只是他娶新妇 不仅是这是一个婚礼 不仅是我们的王回来了 不仅是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欢喜快乐到永远 而且因为他来要审判 我们要欢喜快乐 因为他要来审判全地 他要按公义来审判所有的人 我们要歌颂赞美 感谢上帝的审判 这个很奇怪 好像我们不太这样做 各位我也不知道 在我们这个岛上 最受到赞美感谢的 歌颂的 不知道是谁 现在台湾的风气是 谁是最多被骂的 谁是最多被反对的 大概不太多 最多被赞美和感谢的 好像大学的校长 市长 媒体人物 所有的人 都是在比谁被骂得多 好像没有什么感谢和赞美的 我觉得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现象 如果该骂 那就表示 这些领导人物不好 如果不该骂而被骂了 那表示我们这些骂人的也不好 那么我们要想想看 有什么情形下 会感谢赞美法官呢 那么现在台湾的校长 主管不好做 但是校长 董事长出现的时候 说董事长好 校长好 恐怕还是有的 我不知道法官 台湾的法官 有谁得到大家 无比的称赞 或者是他有粉丝 我不知道 各位 耶和华有粉丝 耶和华有人称赞 感谢他 因为他的审划 快乐啊 如果第十一节没有下面的话 我真是很难想象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都澎湃 大山小山 森林都要拍手 为什么他要来审判 太奇怪了 不过我觉得也不奇怪 我们感谢赞美上帝的工作里面 如果我们要感谢赞美上帝的审判 他做法官 有潜力可原 我也讲过很多次 在台湾 到目前为止 我知道 收视率最高 而且怎么演 怎么高 怎么重播 怎么高的 就是关于包青天的 包公被称赞 被赞美 被祭祀 被怀念 他的故事 一再被播 被演 被人喜欢 而他是审判的 可能这都表示一件事 我们心中 对于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有一些觉得不公平 而当不公正的事 被公正了 当错误的事 被纠正了 当恶人被处罚了 当义人被赞美了 当委屈的人 得到深渊了 大家是快乐的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欢喜快乐 我们也许也需要有一件事 向上帝求了 神啊 求你来审判 求你来审判恶人 我当然希望我们这里 没有一点自益的心 因为 我们也知道 圣经里面 有很多 包括诗篇里面 神啊 求你不要审判 因为在你面前 烦活着的 没有一个是义的 这个我们也承认 但是 神放在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种公义正直的心 圣经上这样讲 律法的功效是 刻在每个人的心里 我自己越来越坚定的相信 虽然社会学不这样讲 我们在世界上 也很少听到这种声音了 我是深深觉得 每一个人 甚至万物 天使 可能草啊 木啊 或者是鲨鱼啊 或者是海水啊 恐怕 都有一种心 姑且这样说吧 这种心就希望公正 这种心就希望 被伤害的得到赔偿 做错的得到处罚 该得称赞的要得称赞 该受责备的要受责备 我觉得这是神把一种正义的心 放在不只是人和天使里面 万事万物都有 人要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神将来要做的工作 要定恶人有罪 定义人有理 我们有公平正义的心 神放在人心里 我相信诈骗集团 那以骗人出名的诈骗集团 当他的存款被诈骗的时候 他会非常愤怒 希望有法官或警察主持公益的 我相信爬手 他的前辈爬走了 他会非常生气 怎么有人爬我的东西 我相信小偷家失去的时候 他是非常气那个小偷 而没有说 偷我东西的小偷 真是我的同伴 同志 真是好 我们都有是非对错的心 神放在人心里 虽然有很多的扭曲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看到 公平 正义 正直 而当我们看到 错误的事 被纠正的时候 可怜的人 得到深渊的时候 我们的快乐 我们的高兴 是会怨天欢喜 怨地快乐的 我自己看 有这样的例子 那么我之所以说 要有这样的例子 而我们值得去思想的 就是如果神要来审判 那我们实在生活 要更加的公义才好 如果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正直的神 神是要按公义审判的神 我们快快在他的救恩之下 过圣洁正直的生活 是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几个审判的事情 为什么审判 公平的审判 这么叫人快乐 在《猎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一节 开始讲所罗门的优秀 所罗门同管诸国 从大河到菲利士地 直到埃及地的边界 所罗门在世的时候 这些国家都进贡服侍他 这里讲所罗门的强大 但是圣经没有讲 所罗门的强大 造成百姓对他的敬畏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相信他们也有 他们也得到所罗门 给他们好处 但是圣经只有讲 他很强大 二十五节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 从弹道别是吧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 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五花果树下 安然居住 这真的是Solomon The King of Peace 和平之君 他带来和平 带来百姓的幸福和快乐 那个安然居住 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 人在害怕恐惧中 是很不幸福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有些来路不明的钱财 或者是错误不意的人 他实在是不快乐 如果钱财来路好 他怕还是会有强盗 他没有平安 我们都没有平安 您看看您口袋的钥匙 有多少把 如果我们能活在一个社会 我曾经在美国的一个乡下 有一点这样的经验 大家不太用钥匙 不太锁门 如果我们能活在一个地方 夜不庇护 该多好 睡觉没有不安全感 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好 所罗门带来了富裕 带来了平安 带来了智慧 三四节 天下猎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 都拆人来听他智慧的话 所罗门好棒 和平 凡圣 大家都来 可是圣经讲 所罗门得到百姓的敬畏 都不是因为这些 只因为一件事 猎王记上第三章二十八节 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 就都敬畏他 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 能以断案 这告诉我们 为什么耶和华来的时候 大家欢喜快乐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因为我们有冤 事实上 最大的受冤者就是上帝 上帝要帮自己伸冤 他是万有的主宰 居然大家不把他当得的荣耀和感谢归给他 他在容忍 他在忍耐 他在等候 他有一天会自己生冤 而这种公义正直的心 神也仍然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 所以我们虽然不好犯罪 有各样的偏心 我们还是希望看到 公正的审判者 所罗门是一个公正的审判者 我们下面就要看这件事 你知道 不过我们还是要看 而且我们看到 所罗门的审判 是公正的 得到大家的欢喜 却也仍然是遗憾的 因为人间没有那个够好的公平 猎王记上三章十六节 有一天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的面前 你知道我要讲的事 我晓得 所罗门治理的那么好 可是 有一天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 怎么这么好的治理 他的国家里面有妓女 圣经让我们看到 人间最好的国王 他的统治之下是不完全的 要不然就有人坐见自己 要不然就有男人坐见女人 他们为什么是来到王的面前 十七节一个说 我主啊 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 这两个妓女 想来是好朋友 才会租一间房子 住在一间房子 她在房中的时候 我生了一个男孩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妓女 她的盼望是不是在这个男孩身上 十八节 我生孩子后第三日 这妇人也生了孩子 我们是同住的 除了我们二人之外 房中再没有别人 这句话告诉我们 出了命案 不可能有别人坐 只有你他或我 十九节 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 压死了她的孩子 这当然是推测的 各位又是不幸的事 所罗门统治的世界 是这么平安 但是所罗门统治的世界 有妈妈把孩子 把自己的孩子 自己所生的宝贝的孩子 她没有盼望 没有快乐 没有希望 可能她的希望 只在这个孩子身上 她把她压死了 我们知道有这个事 只是妓女的孩子死了 叫人更难过 各位 这都是推测的 这是另外一个女人推测的 她半夜起来 趁着我睡着 从我旁边 把我的孩子抱去 放在她怀里 将她死孩子 放在我怀里 天要亮的时候 我起来 要给我的孩子吃奶 不料 孩子死了 极致天亮 我细细地查看 不是我所生的孩子 这时候 另外一个妇人 就叫起来了 二十二节 不然活孩子 是我的死孩子 是你的 这妇人说 不然死孩子 是你的 活孩子 是我的 他们在王面前 如此争论 王说 这妇人说 活孩子 是我的 死孩子 是你的 那妇人说 不然死孩子 是你的 活孩子 是我的 真啰嗦 我想 所罗门是要表达 他没办法判断 都是 这时候都是 母说母有礼 婆说 婆有儿 王说话 拿刀来 将活孩子 劈成两半 一半给那妇人 一半给这妇人 活孩子的母亲 为自己的孩子 心里急痛 就说 求主 将活孩子 给那妇人吧 万不可杀她 那妇人说 这孩子也不归我 也不归你 把她劈了吧 这一幕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样 在圣经里面 拿刀杀人 千军一法 驻守 是亚伯拉罕杀儿子 现在差不多也是 妈妈杀儿子 这个刀要砍下去 我想 是要非常逼真的 我想 我想那个砍的人 并不知道 王的意思 他就这样砍 不是所罗门说 住手 是那个妈妈 说住手 不是妈妈 说住手 是妈妈说 我的孩子 给他吧 那么 他这样说 我能懂 但是另外一个妇人说 不要给我 也不要给你 一人一半 这样最公平 我不知道他怎么说 都是这种 狠话和笨话 我不知道 各位 我也不要分析下去了 我们每个人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做了多少笨事 做了多少狠事 说了多少不当说的话 伤了多少人 包括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上帝 好 王说 将活孩子给这妇人 万不可杀她 这妇人实在是她的母亲 就结束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完毕归照 儿子回到 真的母亲那里去了 各位 恐怕不能这样就完了 这么聪明的判断 圣经上说 百姓就都敬畏她 我刚说了 所罗门做的一切的事 圣经没有这一句话 所罗门因为有学问 因为带来财富 带来平安 百姓都敬畏她 没有 所罗门因为这个判案 百姓都敬畏她 公平是这么重要 找出事实的真相 是这么重要 让公平 让该得的得到 这是这么重要 可是这问题解决了吗 各位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或者没有解决 别玩了 有一个小孩死掉了 那个让小孩死掉的人 有没有受处罚 要怎么判才是对的 这两个人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才能恢复友谊 那个鸡女要怎么生活 她还能活下去吗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能够在人间看到一个最聪明的人 最公正的人的判断 只是判断 那个孩子的妈妈是谁 至于其他的对错 其他该挽回的事 所罗门没有办法 我们求主帮助 听说所罗门是预表耶稣的 我们的主耶稣 他来了 他要审判万民 他的审判 会让该受处罚的受处罚 该得称赞的得称赞 所以万事万物 都因为他来而拍手 我们求主帮助 在现在今天的社会里 主也照着他的旨意 让公平多多的实现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 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 我们求神 把聪明智慧正直 放在教会里 我们求神 让我们能够听到 主的道 主的律法 使我们这些罪人 能够比较开始 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我没有时间仔细讲 另外一个法律里的事 另外一个判断的事 就是猎王记上 二十一章 拿拨的葡萄园 二十一章第一节 耶稣列人拿拨 在耶稣列有一个葡萄园 靠近撒玛利亚王 雅哈的宫 雅哈对拿拨说 你将你的葡萄园 给我做菜园 因为靠近我的宫 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 给你 或是你要银子 我就按着价值给你 拿拨对雅哈说 我敬畏耶和华 这个敬畏就是刚才 百姓敬畏所罗门的敬畏 就是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那个敬畏 我敬畏耶和华 万不敢将 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雅哈因耶稣列人拿拨说 我不敢将 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就闷闷不乐地回宫 躺在床上 转脸向内 也不吃饭 简单一点说 拿拨就是丁子户 都跟不成功 都是这种人 所以不要太早称赞拿拨 不过我们要称赞拿拨 为什么要称赞拿拨 因为他不是要导弹 他不是要为难人 他不敢得罪上帝 上帝说 祖先的财产不能动 我就不敢动 各位我们看 雅哈真是一个好王 哪有一个王要一块地 还这么低声下气的 所以他老婆说的对 你是不是以色列的王 没出息 所以他是没出息 但是他也是很有仁慈 他不敢强取 但他很难过 我们很遗憾 天下的坏蛋 常常特别体贴 天下的坏女人 常常比太太要体贴 坏男人比老公要体贴 为什么这个坏女人 坏皇后耶喜别 能够很体贴的 哎呀 夫君啊 什么事不愉快啊 为什么属神的人 不能先看到别人的需要 好像约瑟有这个本领 约瑟看到人闷闷不乐 没有睡好觉 他会说 怎么回事 这就叫sympathy 跟人有同理心 同情 很遗憾 魔鬼常常是这样 耶喜别是这样 你为什么忧闷不吃饭 Darling 他说 我拿不到葡萄园 你快快乐乐的起来吃吧 我把这个葡萄园拿给你 各位 葡萄园怎么拿来 你把拿伯杀掉 拿不到葡萄园 因为拿伯死掉了 葡萄园给他的孩子 到不了王的手里 土地不能转让 只有一个办法 如果这个家里面有人亵渎上帝 土地就要从他家里拿出来充公 所以这个以敬畏上帝出名的人 最后是被奸致 奸人 用他不敬畏上帝 处死 公平不公平 不公平 你想不想深渊 想深渊 我们看到世上有这么多颠倒是非黑白的事 我们能不生气吗 你想到这世界上最颠倒是非的事是 神没有得到他当得的荣耀 人没有把感谢和赞美归给他 反而归给假神 深渊在我 我必报应 拿伯被控告 亵渎神 被打死了 他的孩子应该也被打死了 因为在《猎王记》下 九章二十六节 耶和说 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 和他种子的血 各位 亚哈做了这件事 耶喜别做了这件事 他底下的军队看到了 愤愤不平 最后杀了人 那件事我们也不去讲 我们讲的 回到诗篇 九十六篇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所有的万民都称颂神 因为他来了 他要审判万民 如果我们有公义正直的心 我们是有的 因为那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 虽然堕落了 虽然自私了 虽然败坏了 我们还是有 就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 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承认自己的过犯 求主的保血涂抹 行公义好怜悯 存千辈的心 与神同行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站不住的 我们在审判台前站不住的 我们要重复 诗人所说的 凡有血气的 在你面前 没有一个是义的 求主赦免 求主拯救 求主洁净 求主让我们过 圣洁正直的生活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谢谢你的拯救和慈爱 求你 求你 施行公义 求你 让我们成为义人 因信能够称义 因信能够做新造的人 因信能够成为 有你形象 讨你喜悦的人 求主怜悯恩待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